植物人案例 我是植物人案例的李女士的儿子 我现在要分享的是原始点 救醒 我妈妈 我妈妈的过程 在2012年 5月初我妈妈在浴室内摔倒 经过医生电脑扫描之后呢 发现到脑积很多淤血 要做手术 但是我的妈妈因为年纪大不想做 那两日后呢 就昏迷了 那医生说她呢 因为昏迷了 给我们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拔掉她的喉管 让她走 第二个选择 插入营养猴和氧气 带她在床上做植物人 过她的一生 我不忍心看到我妈妈 在床上做植物人 幸好有人介绍我去旧金山推广站 找到陈经理 他很有爱心 教我怎么做手法 帮我妈妈 在2012年6月19日 陈经理陪我去妈妈住的疗养院 帮我妈妈做头部原始点按摩之后 她对我说 你妈妈有的救 因为她看到我的植物人妈妈 眼皮有 眼皮有 动 她再三叮咛我 要我帮妈妈 继续按推 和温敷 我不断帮她做 迟到第三天 突然之间呢 她 醒来 还认得我们全家人 这让我对原始点很有信心 继续做 帮她做 帮她做原始点的全身 她慢慢痊愈 她可以饮食 可以自己梳头 看报纸 当她可以饮食的时候 我就买新鲜姜煮姜水 给她喝 之前她听觉很差 但是做烂推之后呢 她的听觉好了很多 比我还更加好 还有眼力也比以前好很多 她还可以坐轮椅 出去 出外玩 出去吃饭 医生复诊的时候 还觉得很惊讶 我妈妈竟然可以恢复 可以坐回轮椅 可以饮食 问我哪个医生 做得这么好 我告诉她是用原始点 她很有兴趣 也想学 我很感恩 原始点帮了我妈妈 所以我要学习张医师 无私奉献 解决病人的痛苦的精神 将她发扬光大 造福更多人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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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